谢谢船长,谢谢各位群友抽时间出来再听我聊一聊关于UBC医学院的报考和一个医学院学生的生活 之前有群友想让我聊一聊医学院的生活 我最长的一次工作时间有28个小时 期间没有睡觉,期间最长有14个小时没有吃饭 在此之间我只睡了休息了不到一个小时 我记得在28个小时最后的那个小时里 我看了一个肚子疼的病人在急诊里 病人跟我说,我肚子这边疼 我把肚子疼这三个字写在了病例上 然后又很认真的回去问病人,请问你哪里疼 我说完过后就立刻反应过来,刚才不是说肚子疼吗 然后就非常的羞愧 然后我赶紧接了一句,对对对,你说肚子疼,来告诉我怎么疼 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不知道你还想不想考虑学医 我其实也很经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今天想和大家以UBC医学院作为例子 聊一聊报考医学院的一些细节 上次有讲到研究的重要性 让很多听友觉得研究是报考医学院的必须的一个部分 我想在此说明,并不是这样的 研究或者发表文献是能体现出一个学生的学术能力 但是绝非是报考医学院的决定性因素 在听友提问后,我和我一起在医院实习的五位其他学生中做了一个小的调查 我们总共六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发表过文献 其中有两位学生有参加过研究类的工作 但只是限于义工的形式 我希望各位学生朋友在寻求研究的机会之余 不要忽略了多方面的发展 大学的情况呢,其实大家都是理解的 研究的机会很少,而学生却有很多 一个教授很难给上百个学生提供机会 而有关系的同学呢,更容易获得研究的机会 在此之上,各类涉足研究的医生研究者 很多时候不会考虑非医学院的学生来参与自己的研究 这样使得仅有的一些机会变得更稀有 在进入医学院之后,研究是一门必修课 很多学生在进入了医学的这个社区之后呢 获得很多的机会 医学院毕业之后呢 很多专科的申请都会看中那个专科的研究 所以说,而进入医学院之后 努力研究完全不晚 所以说我们与其强求 不如绕开找不到研究项目的这些挫败感 把重心放在其他的报考细节上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 不同种类的研究 因为之前有群友跟我说 研究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的确大型的双芒安慰剂对照研究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Double Blind Placebo Control Trials 这种实验的确是一个上亿的实验 但是其实有很多研究都是很小型的 而小型的研究更容易让一个本科层次的学生得到发表 进入医学院社区之后 有很多一位到两位的医生研究从事者 从事着小型的研究 这些研究就比如说 研究某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 或者某一种特殊的疗法 很多时候这些研究都是往回看的研究 叫做回溯型研究 也叫做Retrospective Studies 这些小的研究呢 很多时候需要一个学生 去阅读一些特定病人的以前的病例 还有其他的很多基本的研究 就比如说中速研究 就只需要合理的总结 并且整理已有的文献 这些所谓的叫做Review Review Studies 还有一些叫做Case Review Studies 就只是介绍一些你罕见的病例 比如有很多新冠病毒的副作用 都是以这种研究的形式得到的发表 这几类都是所谓叫小型的研究 是非常具有可参与性的项目 也是一个很多医学院学生 有很多机会能接触到的 如果你对研究有兴趣 可以寻找一些这一类的机会 之下我想聊一聊 一些更可控的医学院申请的细节 我们先来聊一聊 MCAT MCAT MCAT是 所有北美医学院的一个统一的考试 但不是每一个医学院都需要 需要MCAT医学院 每一个医学院都有自己的规则 MCAT成绩的有效期 每个学校也都不一样 有的学校看平均的成绩 有的学校看最后的成绩 有的学校看最佳的成绩 而大部分 加拿大的学校 包括UBC在内 看的是最佳成绩 而成绩一般都是五年有效 MCAT其实一年可以报考很多次 每一次是320元美元的报考费用 每一次MCAT 他烦人的地方是在他每一次考试的地点和城市都不一样 很多时候一个学生需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报考一个合适自己的时间 在聊如何准备之前 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MCAT分四个部分 我简单在此翻译为 阅读理解 生物和生化 化学和物理 心理学和社会学 这四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有一个自己分开的成绩 而最后有一个总成绩 大部分学校对每一个部分的成绩都有要求 所以说偏科是不好的 MCAT的成绩为百分位置 百分位置就是 它不是取决于你答对多少道题 而是取决于你和其他的考生做比较做排名 你能排到多少位 所以有的时候非常难的卷子 不一定考的不好 因为难的题对谁都难 而简单的卷子你却不一定能拿到高的百分比 因为你会做的题别人也会做 其实大部分医学院并不注重MCAT的成绩 就比如说UBC医学院 要求每一个部分都是百分位50以上 就是50%以上 也就是说每个部分都是124分 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半的学生 一半的同龄考生 要比你考的要差 其他学校比如说University of Toronto U of T要求的是125分 其实大家都是在差不多的一个比分上 有的学校更注重阅读理解的部分 而有的学校只是需要你达到一个百分比 在这里就不聊细节了 因为细节年年都换 那如何做准备呢 我个人作为ESL 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所以阅读理解是我最头疼的部分 阅读理解的量非常的大 而词汇又非常的难 考题呢会故意给出不同难度的文章 而有一些文章的设计 就是让大部分的学生读不懂的 这样可以从而拉开学生之间的分数 阅读理解总共是90分钟 而90分钟中有9个中篇的文章需要读完 每个文章都有5到6道题 也就是说每一篇文章平均还不到10分钟 我个人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次 做完过所有的考题 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速度和能力 都有自己相对应的对应方法 很多的备考辅导给出的意见呢 也都是天壤之别 有的建议先把9篇文章都简单的扫一遍 然后挑出简单的来做 有的呢建议你挨个坐 有的人说你可以用荧光笔的功能来标注重要的句子 有的人说千万不要这么做 也有的备考辅导说你可以先读问题 然后再回去带着问题读句子 而有的备考辅导说你如果先读问题 只会让你读得更慢 所以说你得要看自己的style 自己的能力来决定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方法 其他的三个部分呢 包括的都是大多是大一到大二年级的科学 和人类科学的课程的内容 你别看光考的是化学 一般的考题也是阅读理解性的 一个考生需要读一个短篇的科学文章 然后综合文章内的新的知识和自己已知的知识 来回答题目 这个考试考的是你应考时的 及时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 我记得有的时候这个文章就根本就看不懂 我有一次考试的时候一条化学题 他考试给了一道非常深奥的生物化学药理题的文章 而这个文章的内容和里面的化学公式是根本就看不懂的 所以说给的题目就是根本不知所问 搞到最后那次考试我连着好几题都是猜的 但是其实考试也是要看一个学生的抗压能力 因为百分位的考试你不会别人也不会 所以说那次考试你别看我整个一道大的题目都不知道该该怎么答 我那次考到了99%就是99%的很好的一个成绩 聊到这儿大家都会问那该如何准备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尽早的接触题库 你要尽早的知道自己最弱的部分是哪个部分 如果是科学类可以多多补习 如果是阅读类则需要尽早的开始阅读 要让自己阅读的速度加快 至于哪些补习班更有效 很多补习班的老师质量都是非常平均的 而很多时候补习班起到的作用都是来自于督促你多练习 有自制力的学生可以考虑先自己复习 用各种可以买到的题库来多多练习 练习多了自然就能拿到很好的成绩 但我想在这再说明一次 MCAT成绩对UBC和很多知名高校医学院的报考 都不是取不是一个决定型的作用 很多时候你只要考过了他需要的最低分就足够了 考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并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优势 所以说我们让我们来聊一聊到底什么可以让你带来很大的优势 那就是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是除了GPA也就是你平常上课的分数以外 报考医学院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我们来细聊一下UBC的要求 这些要求都是往年学生们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 每年的评分数评估方式都不太一样 而这个公式并不是公开的 所以说只是做一下参考 其实每个所谓的名校呢 对课外活动的要求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群友有了解过常青藤学校对课外活动的要求 你会发现UBC医学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唯一不同的是报考医学院时 你有那么两三年是作为大学生 更是一个成人的课外活动时间 所以说UBC的筛选 医学院的筛选会更加的挑剔 UBC把课外活动分为几个类别 其中包括 service 服务类 leadership 领导力类 capacity to work with others 为人处事类 high achievement 成就类 和experience 经历类 所以说这五类 一个有利的申请会提到 申请人在每一个项目上的成就 就比如说服务类 包括了给无家可贵的人做饭 而为人处事类包括了给养老院特殊人群的照顾 leadership也是领导力类 就比如说你在学生会做一些领导性的工作 但是很多学校包括UBC在内会看重非常非典型的课外活动 这些是很多学生会忽略掉的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孩子的父母 UBC会承认做父母是一个极为考验领导力的活动 他也愿意把你的这个经验作为所谓课外活动的一部分 而又比如UBC在经历类的课外活动上 他也希望你能告诉他 比如你身体上有疾病 你和病魔有做过斗争 这一类的经历也是UBC非常看重的 考察一个报考学生的课外活动 不是希望他们疯狂的寻找各种各样的义工 更确切的说是想看一看你对生活的认知 UBC想要通过这个环节来了解你的经历 并听一听你认为你的经历能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所以UBC极为注重commitment 也就是长期的爱好和执着 一次性的义工或者短期的义工 并不会给你带来很高的评价 而长时间的同一个爱好或者工作 更能体现出你对这个事业的执着 所以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 在选择参与各类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三思 你参加的活动能不能让你的能力有所提高 我记得我第一次报医学院的时候 我有各种各样的义工经验 其中包括给无家可归的人做饭 在一个癌症慈善机构做办公室 在医院里做过义工 给一个特殊的小儿遗传病慈善机构做过募捐 同时我还有去过不同的学校 教数学 教营养学 当时其实我自我感觉是非常良好的 因为我觉得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做了很多不同不样 很有意义的事情 也帮助了很多人 但是你细细分析的时候 发现这些义工都是非常重复的义工种类 以导致我第一次报名的时候得到的分数并不高 再加上很多这一类的义工都不是所谓的长期义工项目 比如说募捐 可能一年只有几次重要的募捐活动 这使得这些义工很难说服一个招生官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生 在招生官眼里 这只能体现出你是一个很好的志愿者 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 但不能说明你很有想法或者很有能力 我们聊一聊leadership 领导力 UBC是一个极为看重领导力经验的学校 很多学生说自己很难得到领导的职位 再说了如果你是世界500强的总监了 你哪有时间上医学院的 但是说到现在你也可以看出 大学对这个经验的类别的定义是非常广的 并不是只有做领导才能有领导的经验 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 领导力最重要的是创造 创造原本没有的服务 创造原本没有的方向 我很建议大家从发现不足开始作手 我有很多朋友发起过做募捐的活动 这些都是属于leadership 也就是领导力的范畴 虽然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自己投的钱 自己花的时间 而募捐到的数额却又很小 但是能带动大家一起做一点什么来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在这里呢我们顺便聊一下体育 在北美体育运动是一个非常被认可的课外活动之一 能做一些和体育有关的课外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也经常有接触到各种慈善都是以跑步的形式进行的 我呢个人天生腿有点残疾 所以说导致从小对运动就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从我对我同学们的经历 分析体育是招生观非常欣赏的一个方向 最后想总结一下课外活动这个话题 我想聊一聊目的性这三个字 每次谈到目的性呢很多听友肯定和我一样 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个狡猾的商人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很反感目的性这个词 所以很多时候在参加课外活动的时候 我很少会专门为自己去寻求一个名号 但是如果你没有名号 如果没有排名 你又怎么能向别人解释你自己的付出和你的不同呢 其实在考医学院的时候 在那两千多名报考者中 有上千名所谓的创始人 总裁 第一名和最优秀 在他们面前 没有名号会使得一个报考者的经历变得更暗淡 我希望报考的同学们能合理的为自己创造一些这类的标杆 不但可以督促 也可以证明自己的努力 最后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起拼搏的同伴 如果你身边有同样想要报考医学院的朋友们 一定要和他们多交流 一定要互相参考 互相的经验 我上次有提到小镇的加分项 UBC的确有一个特殊的部分 叫做Rural Suitability 我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翻译为农村合适性 医学院有一些席位是预定给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报考者 而报考者需要提交一份志愿性 其中描述了自己对毕业之后在农村工作的兴趣 如果仅有几个月的经验被考虑的可能性非常小 一般提交这个特殊项目的同学呢 都是有几年在农村的生活或者工作的经验 虽然说书面上的时间最短是三个月 但其实要求比三个月要长得长 而农村一般泛指少于一万人的小镇 但是UBC并不明确的规定 城市的大小 UBC总共有40多个席位 是预留给由农村生活经验的报考者的 也就是说有288个席位 其中有40个席位 需要有一定的小镇的生活经验 他们会被优先录取 最后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 实习时期和住院医生时期的生活 因为其实到最后 报考医学院是不是我想要的 才是每一个报考医学院学生 真正要问自己的问题 简单的聊一下 UBC以及其他大部分的加拿大医学院都是四年制医学院 前面两年是书本式教学 而后面两年是全职实习加自学 而很多其他的国际性医学院呢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医学院和阿尔兰的医学院 都是以书本教学和实习穿插着进行的 学生时期呢 实习是没有薪水的 学生是很多加拿大医院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也负责一部分医生的工作 就比如说早上的时候 医学院学生需要去查房 来问候所有住院的病人有没有新的病症 按理说呢 这是组织医师的工作 但实际上学生和实习医师 才是这些繁琐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医学院最近几年都在慢慢的减轻学生的负担 但是有些科系的时间的确是不可控的 所有的医学院学生必须要上夜班和周末值班 不是每个周末都值班 但是有很多的周末值班 值夜班的时候呢 没有病人的时候 可以在医院的卧室里休息 但是大医院很少有没有病人的时候 一般夜班之后是不用连着上白班的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你的导师去上了白班 你为了好评也不得不跟着一起去 在此之上还有所谓的待命 也就是on call 就是所有的医院有紧急病人的时候 会传送这个医生来医院就诊 很多时候中小医院的夜里是没有医生上班的 如果夜里出现了紧急的情况 就比如说一个腹腔打出血的病人 医院会致电给这个医院待命的医生前来就诊 作为学生很多时候你会没有选择的被导师拉上 就比如说外科和产科都是夜里经常被叫的科系 很多特殊的专科呢 待命期可以长达七天 但大部分时候这不代表你七天之内不吃不喝都在看病人 很多特殊的专科 一周病例也就只有几例 这类特殊的专科就比如说产妇婴儿手术科 就是给在不生产的前提下 给产妇腹中的婴儿做婴儿手术 就可想而知 一个星期可能也不会有一个病例 但是待命期 你不能离开医院太远 不能饮酒 需要合理的休息来保证你能随教随道 搞得你不能上班 也不能会朋友 出游或者party 医学院把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自我调节的责任 推给了每一位学生 而自我调节不是上医学院才需要学会的技能 而是任何职业都需要的 在毕业过后呢 你就是实习医生了 而实习医生是一个有心的工作 在BC 实习医生是有工会的 也享受着一部分工会带来的福利 就比如说你一年有两个星期的假期 你有自己的产假 每个实习的医院和科系都不同 而学生和实习医生之间的不同 是学生必须要每个科系轮番都去 而实习医生大部分时间只是负责自己的专科 所以说学生时代的吃苦是躲不过去的 因为吃苦的科系你必须要去 而专科医生则不同 就比如皮肤科就是一个没有夜班 悠哉悠哉的科系 皮肤科的实习医生几乎没有长时间的工作 而你要看手术科的医生 那则和电视剧里非常相似了 全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 则和学生时代比较相似 每个科系都去 而作息时间则根据每个科系的情况而定 说到这里呢 UBC医学院的申请 以及进入医学院过后的生活 也就大概给大家介绍完了 而申请时候呢 最重要的两个项目则是分数和课外活动 而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 每个人擅长的部分不同 所以每个人需要做的准备 也都有 也都要因人而异 但是学医是一条非常长的路 这条路以什么方式走下来 是每个学生需要自己衡量的 在此祝大家一切顺利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的 可以直接与我联系